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代班主持人陈凤馨 国际两岸的大事 我们都为您深入剖析 打开你的视野 我知道很多的网友 都非常喜欢 《环宇全世界》这个节目 盛赞这个是最优质的节目 要支持优质的节目 千万不要忘了要按赞 订阅 分享 好 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中美贸易的谈判 虽然暂时的休兵 可是还没有正式的展开谈判 现在看起来 美国跟印度之间 似乎也要谈判了 而日本跟韩国的贸易战 开打了 美国真的是非常多的地方 都对它来说是 没来说 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 伊朗它的盒子的浓缩 现在已经达到了上限 到底美国要不要开打 整个波斯湾的情势 会是如何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蔡英文总统 现在人正在纽约 这一次访问加勒比海 破天荒的要在美国待四天的时间 这个过近四天 美国会不会送上大礼 而在此之前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算不算是 美国对蔡英文的大礼 还是蔡英文对美国的大礼呢 好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 在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 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黄介正 黄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民进党立法委员 郭正亮 郭委员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恐特勤专家李天夺 李大哥 郭先生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就先从 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售案 开始来说起 我们看到呢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哇 真的是跳脚了 说 已经向美方的严正交涉要求 恪守一中原则 不允许蔡英文过境 而且停止美台的官方往来 这后面当然其实对武器销售这件事情呢 都提了很多的这个说法 并且不排除要采取制裁 对所有受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黄教授 你觉得这有效吗 过去曾经发生过 就是爱国者飞弹的时候 是由雷神公司提供给台湾 问题是雷神公司在美国没有生意 所以可以 在中国大陆没有生意 所以变成你可以制裁 那么昨天这个王毅 用非常强烈的字眼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刚好跟一些美国朋友在一起 那中间刚好有一位 是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班的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王毅生气了 我拿手机给他看 他说so what 他说又怎么样 他说我们跟他们没什么来往 然后他讲了一个关键字 他说我们不是波音 因为波音有他的武器的那一个子公司 那个领域 他事业群里面有做军火的 有做国防产业的 可是波音也卖很多飞机给 民用的 民用的部门是跟中国大陆生意很多 所以波音就会比较谨慎 可是像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跟我们比较近的雷神公司这些 他们基本上 因为从天安门事件以后 这个美国基本上 对中国大陆武器是禁运的 所以军事科技也都管制 所以对于那些直接跟我们 透过FMS就是军售方式 军售是我们政府跟美国政府的签约 美国政府去帮我们买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对于厂商来讲 他完全被保障了 他被美国政府认证保障了 所以他说没有什么好事 我补充一下 因为M1A2T 那个战车它的厂商是GD 是通用动力 通用动力它就有民用部门 事实上最大的私人飞机的制造公司 就是湾流 就是它的子公司 Govstream 那这样子的话通用动力 我跟你讲通用去年 我去查了一下 通用去年在中国的营业额是 大概占它全球营业额3.1% OK 它是有营业额的 所以会不会对它有影响 而它会不会因此而觉得 必须要去接受 我觉得这个恐怕要美国政府出面 它自己怎么去对中国政府 而且坦白讲这是一种政治决定 而且GD我看它那个网站 它也在讲说中国的那个 国内的那个航空市长的迅速成长 那中国跟印度是被它列为 未来重要的成长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民用空间确实是存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一次呢 其中方已经很快的提出了制裁名单 包括了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BAE公司 豪士科集团公司 雷神公司 另外涉及了30个 美国政府部门以及15名的军工企业代表 这里面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受到压力 当然有一些可能觉得没有压力 比如说雷神公司 刚刚黄教授说的 但有一些可能就觉得压力蛮大的 比如说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因为它有其他的民间的公司 所以可是我们要来问的是 到底这一次卖给台湾的M1A2战车 到底适不适合台湾 我们买的目的是什么 M1A2这个 我问了这个事情啊 直直细细去找了一下 19年前 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 那时候美军的这个陆军参谋长官新上将 他就讲这不适合台湾 他说你们应该用的是轮带式的 而不是这种不适合台湾 结果呢到19年后 他决定卖了 他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台湾已经调整这个战略经营的这个结果 够了 可以了 可是如果台湾的地形没有改变啊 这19年来 那我们唯一给他找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理由 就是说以前我们有M1A1 那可是M1A1的重量才50吨 M1A2的时候是70吨 你所有的道路 桥梁 铁路 沙滩到底够不够用 好 这个不够用的状况下 你到底要这个干什么 我最后找到了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啊 是颜德发他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讲 他说战车最重要的是战略保存 冰海决胜 贪案先敌 谁还有这种打法 那个我看完了以后再看 一个更可笑的理由有人怎么讲你知道 他说因为我们有M1A2的这个战车以后 老公要登陆 他除非运了比我更大的战车 否则他没有办法登陆 那个我实在不好意思讲 什么年代了 谁还在打这个坦克大决战的登陆的保卫战 你那么多战车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是这个坦克保卫战啊 大平原 大平原今天台湾有几个地方 但是后来看了一下他买了两个营 两个营全部摆在六军团 那最重要的就是反战手 保卫援手 那关渡这边防止人家 可是平良一讲 真正的现在没有人在打这个 他的无人飞机他的飞弹来打 你一个战车他一台 你花1850万买一台战车 他一个无人机一个飞弹 两个飞弹好了把你打掉 我刚好像听到一个关键词叫做 唯一的目的就是反战手 保护援手 看起来只有这个目的 是比较实用一点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我到最后 我今天早上真的去找到最后的时候 哎呀 爽感 为什么你知道 装甲人的骄傲 颜德发是装甲兵出身的 从多少年以来 从蒋伟国以来 已经没有装甲的将领 能够升到了 从参谋总长升到了国防部长 他讲的这几点全部是用战车嘛 现在还有谁打仗的时候 等到战车来打呢 你即便他部署在关渡 他不从关渡来可以吧 他直接的空降 把你整个一个封锁打掉了 所以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今天对颜德发来讲 他是一个装甲兵 一辈子 他有锡 能够把这个号称 地表最强的战车弄到 是一种骄傲 但是呢 还有一点你知道吗 这个战车进来了以后 他是涡轮引擎 结果他不用涡轮引擎 他要把它换成柴油 为什么 涡轮引擎太贵 而且台湾只有一个长榮公司 一个亚洲航空 这两个可以保养 保养费用非常贵 所以他要把它换成采油 那动力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动力当然采油没有 没有涡轮的来得大 来得快啊 那同时还采购了 一个 一个营的这个拖的车子 要把它装上车子 再拖到县地去打仗 还有这种思想吗 有时候想一想 当然这是为什么今天案 他们上来以后 反正小英总统也不懂 他周围的这些文件 哪几个懂 整合的一个战利 不是他觉得 官司是国防部 官司是国防部长 郭委员 那这样子外面的人都以为说 这一次的买卖呢 只是为了要去缴 美国的保护费 可是如果听李大哥 这样分析完的话 那只是圆一个装甲兵的梦而已 那不是台湾更亏了吗 不 我们对美国提出军购的项目 每个军种都有提出了 那F16V也是嘛 那这个项目就陆军提出的 那陆军也提蛮久了 坦白讲也不是说这两年才提出 2016年尘埃 是嘛 19年前申请 对嘛 所以已经很久了 那他讲的没有错 就是登陆战人家会有很多种方法 那当然延德发的立场就是说 21世纪真的已经很少重复了 可是我跟你讲 台湾常常会被质疑嘛 说我们的装甲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嘛 那严重落后 如果中国真的是登陆一些坦克部队 假设啦 那这种你真的是没得比嘛 我说这种假定 如果成立的话 确实就是你就遭遇一个很劣势的状况 你也不能够说他的考虑都是荒唐的啦 那我当然也同意啦 就是说人家不一定会这样打啊 你当然可以这样说啦 还说用无人机啊 用飞弹啊 甚至用高射程的火炮 直接就把你摧毁 这个当然可能性都存在啦 可是就是说 那陆军就一直认为说 我们的坦克实在太落后了 那主要更新吧 美国这次还有一个 我把它算作正面的看法 我把它算作正面 因为 其实刚刚讲那些在装甲兵内部 军官也有不同的意见 对 你说连装甲兵都有反对意见 装甲部队 对 都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轮行甲车 机动力是一派 另外一个就重心战车 他心里稳 而且是装甲兵的象征 他有这种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那有一件事情是跟过去不一样 我把它当作正面 就是这一次美国陆军 基本上也存有很多质疑 就说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么重型的坦克 可是最后做了决定 愿意出售 所以唯一的 不能说唯一 但是有一个正面的 是美国最后同意的决定点有一项 是说既然台湾经过它自己的战力需求评估 我们尊重台湾的决定 这一点 变成我要把它当作正面计算 因为过去有很多对美军事采购的时候 是美国人说 你不可以这样打 我替你决定 这一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说既然你们认为你这样可以打 我就卖 所以有一点点尊重 在整个均购的逻辑辩证的程序当中 这一次对我们比较尊重 那如果说要尊重台湾的话 李大哥 那为什么不卖我们F16V呢 为什么到现在 F16V到现在只见楼梯想 然后不见人下来呢 F16V是留来做谈判后面用的 川普的选举时间还没到 第一个 第二个他要看时机 看小英从美国访问回来以后 他的选情怎么样 在适当的时候出手 那你讲说为什么不卖F16V 我还要问为什么不卖F35呢 对不对 那你要买买真正 这一点 我们没有参与研发 不是 不是参与研发的 不是参与研发的问题 不是参与研发的问题 而是说 我们今天国防最大的悲哀 就是完全老美要看 我当年在法国好不容易买了幻想机 结果后来没有人在后头做这个 关系的经营这部分 就没有办法 卖了一批就完了 那回头我们又掉在美国手里面的时候 他要你怎么就怎么 所以这边黄老师 F16V是不是现在传言说 因为有人讲说8月可能就会出售 也有人说9月就会出售 是不是F16V真的像李大哥所评估的 美国要看蔡英文总统的选情 再来决定我什么时候出售这一张王牌 所以应该是大选前就会出售了吧 如果依照川普总统 跟我们现在的政府 对于军售这件事情的 新的运作逻辑来看的话 我们提出以后的150天 要至少150天 让美国去走行政流程 我必须要跟大家 尤其是观众说明 今天现在才7月中旬 那150天还没有到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 为什么F16V没有卖 美国人说 你的意思说提出要买F16V到现在 我们正式提出 还不到150天 所以美国还在跑流程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 从立法院角度 因为这个金额非常大 所以需要先通过特别条例 然后之后再编特别预算 可是要美国先可办 我们才会编特别条例啊 我知道 可是 过去就发生过嘛 就特别条例还没过 他就先讲出了好像美方已经核准了 结果被骂嘛 所以军方这次就比较谨慎啦 就说他在跟美方沟通的过程中 也要跟这个特别条例时间不能差太远 那我们立法院9月中才开议 还有一个差别 很少 其实真正要成的军售案 很少事先让消息走路 你消息只要一走路 各方的这种 这种来自于想要分一杯羹的这种 这种人还有其他的阻碍的问题 都会产生 那我这边干脆来问一个问题好了 请大家用圈插盘 你们觉得我们下半年 就9月之后立法院开议之后 会不会美国宣布要卖我们F16V 圈或插 都会 那我们会在下半年 就通过特别条例买F16V吗 只有你可以举 我可以讲 不能说我们不举 我举个例子 我那天跟曾铭忠 也是国民党三长同台 那他针对那个MYA2T 那现场也有很多军事专家 提出刚刚那些质疑 那曾铭忠他就这样回答 他说如果可行性评估 我要听国防部给我的意见 说确实在台湾可以训练 那这个运输无忧 如果这个部分没问题 那我是支持 理到我的意思啦 就是国民党这边也是会支持的 所以F16V坦白讲 因为两岸军力失衡很严重 尤其台湾海峡的空优 我觉得国民党不至于敢反对 所以整体来说 M1A2战车 这一系列的600多亿 当然里面针刺飞弹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这战车的部分是有疑虑的 很多军事专家是反对的 但是F16V所有的军事专家 应该没有人反对嘛 对 所以那这样子就是 那F16V如果卖给蔡英文政府 那就算是真的美国送给蔡英文政府的大理了 也不会啊 因为国民党为什么现在要支持F16V 因为他准备重返执政 他何必在这个时候去戳美国人呢 而且9月开议 对啊 你审查到差不多就11月了 就说11月 等到真的买 其实也是下一任总统的事情 他可以在9月就宣布啊 等他选业不利的时候 到11月的时候 我乔丁了 到11月中的时候你来签约 每一个都是充满了算计的节目 不过当然呢 现在蔡英文总统人正在纽约 然后接着就会去加勒比海的友邦 最后呢 再经过美国的丹佛 然后回来台湾 这里面纽约待两个晚上 然后丹佛待两个晚上 四个晚上的过境美国 这是破天荒的 可是到底有没有亮点 能不能够去证明美国政府 真的支持蔡英文总统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为大家剖析 小英总统呢 现在正在纽约访问 过境的访问 但是呢 在这一段期间 其实也就传出来说 美国AIT是看好小英总统 可以竞选连任成功 最近这一段期间 你也可以看到 美中美台之间的交往 非常的频繁 从6月2号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 贾德纳返台 然后还扮演导游啊 这个蔡英文总统扮演导游 然后带着AIT的处长 林依杰 然后以及这个贾德纳呢 到大道成品茶 6月6号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揭牌仪式 蔡英文总统跟AIT处长 林依杰同框 6月10号 蔡英文总统出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校友会 亚太区复训研席 引开幕式 这里面包括FBI的助理副局长保罗安倍 还有AIT的副处长 鼓励员都与会 然后6月21号 蔡英文总统跟AIT处长林英杰 一起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 6月25号 那么两人一同出席 辅慰7号的发射直播典礼 这边先请教一下郭正亮 郭委员 所以AIT现在跟蔡英文总统的互动不但频繁 而且看起来感情是真的不错 所以AIT认为 蔡英文总统可以继续连任成功 很合理吧 不 那个关系好跟判断准不准确 但不一定 你这样政治不正确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他去年他自己也承认 他去年地方选举他就判断相当落差很大 那不过他确实也看到最近一些民调 看到小英的民调回升 然后跟赖清德的初选 也是大比例胜出 所以他对他应该是有一点信心 不过我还是提醒AIT就说 不要低估国民党后续还是会有整合的过程 那差距不会太大 但他如果看好蔡英文总统的话 在未来的半年他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支持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 很有可能 这就可以预期了吧 当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要来看蔡英文总统这一次过境纽约 我们看到他会见了友邦的联合国常任代表 而且是进入我们的纽约办事 我们的纽约办事 你们觉得这算不算是一个外交的重大突破 yes or no 算 算 尤其是对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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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前我在驻美代表处政治组 1994年李登辉总统过境的时候 经过夏威夷 美国只允许总统专机降落在Hickham Air Force Base 不是夏威夷国际机场 是西肯空军基地 对 那一次 然后只准加油 那么总统可以休息的地方 是一个像会议室的地方 上面放一些饼干 放一些咖啡 结果李总统拒绝下机 他穿着睡衣 穿着睡衣 跟飞机上的拖鞋 接见AIT理事主席白乐奇 表达不满 那一幕啊 大家可以再去Google一下 那一幕真的非常有名 25年以后 我们的总统走进了我们自己花钱 买在纽约最黄金地段 东42街1号曼哈顿的 驻纽约办事处 那么探望我们的管员 并且接见我们友邦的 驻联合国常任大使和代表 那当然是大突破啊 25年 25年前我们坐在驻美代表处 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才会在脸书上说 这个无关蓝绿 这是台湾的成就 可是李大哥你不诞成 因为当然这25年有点漫长 因为大家比较可能都会 把蔡英文总统跟马英九总统做比较 所以那个突破的亮点 你的判断你不觉得是亮点 因为我是从事情报工作 第一个 第二个我长期的重心都是在欧洲 那我们看外交有很多种方法 而且包括像我们以前在做情报工作的时候 做的做法 包括在美国 我们那时候有相当多的事情 比如说直接跟CIA 进到办公室 而且双方往来的密切 这些都是不能讲的 当然从李登辉开始到陈水扁 然后到蔡英文 蔡英文这样子去做外交突破 当然是为了他自己的连任 那么这里面花了我们多少钱 那你这样子去做 基本上他出去是代表中华民国 可是他居然签一个台湾总统 从这点上我就 我不认为他这样子去花钱是 花我们的钱是值得的 我他有别中华民国国钱吗 别吧 进我们的代表处 如果再不别国旗的话 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不我补扣一下 我是从媒体界的角度 媒体界通常他们跟阿扁 或者马英九去纽约 他是让他们去过嘛 对 陈一扁还进那个证交所去敲锤 对不对 马英九还跟彭博一起开记者会 对 那行程都是临时通知 OK 所以那个媒体记者非常辛苦 都要临时叫计人车 干嘛去追行程 结果他完全都不让你预知 就是完全不是一个常态访问这样 那这次我觉得好歹美国就是给你很充容 你不只可以去你的外馆 而且媒体也就是很自在的 就跟着总统一起去参加他的行程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像是一个正常 面对台湾 我也不要说叫实质国家 可是就是说该有的正常的状态大概都有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趟蔡英文总统在纽约行 就这一个亮点了吗 就没有别的亮点了吗 还有那个企业峰会 他也亲自去了 那这次企业峰会 事实上你可以秀到中美貿易战的特质 就是我们去了很多都是敏感科技 比如说广达也去了 因为伺服器迁回来台湾 然后Gogoro也去了 那美国对那个换取式的那个 电动机车的电池蛮有兴趣的 对 这个Gogoro的那个换取的 超取式的电池 全球的特色 那是专利啊 对对对 还有Gamin Gamin是GPS 那也是敏感科技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 因为台湾要被他纳入他的军事生产链 他一定会有一些外围的 敏感科技的周边 那台湾等于是跟韩国 以色列日本 大概是首次 被纳入一个敏感科技的一个论坛 那总统也去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算是实质的 比较实质的 有收获的 我觉得一定会签互相的投资协议 一定会 因为最近又传出另外一个消息 是那个高通嘛 高通大家来投资台湾 那215亿台币嘛 这7亿美金左右 当然要我们的法款都已经取消了 我知道 可是这个是一个Good deal Good deal 就是说你没有打水漂 好像说被骗了 他是真的来投资了 那取代了罚款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在台湾都是好事 就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项目 都在台湾投资 那所以黄教授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你又有一个外交上面的突破 然后你又有一个企业峰会 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亮点存在 那纽约时报怎么还会说 蔡英文总统这是冒著 会惹火中国大陆 以及让中美关系 进一步紧张化的风险 所以不只是惹恼了中国大陆 更重要的是会让中美关系紧张化 会吗 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 美国跟台湾有任何实质上的进展 或者是 就是说媒体上面可以曝光的 提升台湾地位的 北京都会抗议 都会不会影响到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都会了 过去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暂停多少次美中军事交流 每一次被拿出来祭旗的 就是解放军跟美军下一个会不开了 为了就是反应嘛 因为大陆他一定要抗议 这个影响本来会存在 但是说美国国安会 国防部 国务院都没有评估过 就这样做吗 当然也有评估过 这是一面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最近几年慢慢起来 跟川普不完全有关 我认为跟世代的差异有关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 年轻世代的美国的官员 他们认为 美国要跟谁交往 不一定要看北京的脸色 尤其是跟台湾往来 为什么一定要不能够踩红线 要依照中国大陆设定的框架 你说的这个世代差异 是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就已经有这样 你看薛瑞福现在是印太安全助理部长 国防部的 薛瑞福在国防部担任科长的时候 我在驻美代表处政治组 我们的三十几岁时候的共同经验是什么 是台海飞弹危机啊 1996年 我们的共同经验 1996年对你们来讲 已经是年轻时候了 对 你怎么暴露了你 暴露了你 可是我跟薛瑞福的年龄成 我们并没有经历美中关系正常化 也就是说1971到79的时候 我们还太年轻 是是是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经验 我们过去的经验 跟我们上一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要提醒的就是 现在在处理 三十几岁在处理美中关系的人 等到他们五十几岁当助理国务卿 或助理部长的时候 他们的经验是美中贸易大战 美中战略对抗 所以如果我们把时辰拉远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 我们不太预期到可能发生 未来的可能的发展 可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对台湾来说 发展美中关系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利基啊 这个利基就是 因为美国的官员 没有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概念的情况之下 台湾要有突破 其实就变得容易很多了 而且是美国年轻的世代的官员 他想要不 他不想要消归潮水 他想要用很正常的心态 来看待台美关系 这个东西我补充一下 因为也有人从去年 通过台湾旅行法 来看这一次是不是落实 美国的台湾旅行法 那美国在改变 也没有完全落实 因为就是还没办法去华府 是啦 是啦 这我同意啦 你不要一步到位 我要求太高了 那比如说现在 众议院 刚通过 那个台湾保证法 对 那台湾保证法是更敏感的 对 所以众议院的投票数是零票款 对 这很罕见嘛 对 所以不只是国务院 已经出现了世代交替的 新一代的官员 在立法部门 在国会部门 其实新一代的民意代表 他们也没有那个中美关系 正常化的 而且我说实在小英真的蛮低调的 比如说哥大 个人比较大学 一开始就被人家曝光了 他否认 他否认 总统府是否认 然后后来去才知道是闭门会议 那也不讲讲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分寸 还有比如说 他的旅馆外面的冲突 是让台湾的团体没有动员 国委员我必须要讲 这就真的记取了阿扁的教训 是啦 就阿扁时期 什么事情都是张灯劫彩 然后这个敲锣打鼓的 后来美国很反感 所以美国为什么喜欢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总统这个低调 确实会让美国很高兴 是啊 我同意啊 还有比如说纽约外面群众的冲突 是让台湾的有一些团体 并没有动员 那台湾团体一些精英 很早就被邀请到旅馆里面 OK 所以他们并没有在外面 跟那些团体打架 所以不闹事 这对美国来讲是最好的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现在自从香港的反送中之后 蔡英文总统又捡到枪了 这一回的捡到枪呢 不但要迅速的通过 国安无法 甚至于提出了中共代理人法 李大哥你怎么看 他这个法到下一个会期 五个法全部都要通过了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国安无法的修正呢 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就是说你在里面九条三加进去 然后柯建民讲修国安无法最后一个版图 是国家战略的思维 特别我 我觉得讲的最荒谬的是刘四方 他说通过国安法才能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所有军人的尊严 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安无法里头的内容 包括了刑法 现在把外患罪的范围 纳入中港澳及境外独队势力 而国家机密保护法里头呢 规定公务员涉及 机密的退职离职人员 促进管制的时间最长是六年 当然这个被认为是针对马英九 跟吴敦义而来的 泄密最重判刑15年 国家安全法的修法呢 已经修了把 未敌发展组织罪的行则 然后军公教如果成为共谍的话 追回越退缝 网路也要纳入在国安范畴当中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增定第五条之三 两岸协商签署政治议题的协议 应该要经过国会双审议 以及人民投票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于少将以上 以及政务副首长以上的人员呢 如果参加了这些大陆的政治活动的话呢 最高可以剥夺越退缝 这无法通过了 之后还不够 还要再通过中共代理人法 那国委员 这个为什么国安无法还不够 还要有个中共代理人法 这个事实上都是针对特定人 那坦白讲 特定人 不 这是特定人 也有 政府部首长 应该有一个法对立法委员 其实我坦白说 那个国安无法 虽然我也表决通过了 可是那个第四项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个双公投 对 那个问题是很大的 两岸以后几乎不用定协议 因为什么叫政治议题 这个就现在你对政治议题的定义 安法也可以变政治议题 我不知道 因为他并没有界定那是什么 那比如说预警机制是不是 你不知道嘛 因为那个给人家感觉是 你好像是针对和平协议 可是他用政治议题这个字眼 那这个当然法律解释太宽大了 如果按照我宽一点解释的话 两岸之间的司法互助可不可以变成政治议题 我知道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变成行政机关去认定 那这样你就是给行政权有太大的空间 无限材料 就会变成这样 郭委员 你已经投票赞成修订了这个法律了 然后你现在讲说他有问题 可是这个当初在协商的时候 大家又找不出有什么样的 词可以来取代政治议题 为什么要让他通过这样的 连思想都要管 我跟你讲 这无法真的对象不大 中共代理人法这个范围非常大 所以他的争议一定非常大 那这个针对的当然就是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最近也在制定法律嘛 就是针对广义的红色进来的势力 那当然主要他指的是媒体 那事实上 你那么诚实 不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因为民进党之所以会想要 从既有的法律来修 就是因为时代力量都主张要制定特别法 那我们认为制定特别法 那个后遗症太大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 那个都是既有的法律加条文 时代力量都是要制定特别法 那中共代理人法现在我们还没有定版 因为刚通过一读了 那那个条文是有争议的 因为那个条文就是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 是一个不够明确的一个概念 那陆委会昨天有讲出三点立场 他说我们要符合这三点立场来修法 要举办公听会 他说一定要完善可行 要合法合线 而且要明确严谨 我认为明确严谨最重要 如果不明确严谨的话 那非常严重 比如说举例 比如说 中国大陆对台湾有31项的会台措施 那那个也有代理人 那那些人可不可以做 比如说代理招生 代理招商 你会不会碰到危害国家安全 我如果只是告诉大家说有这个讯息 我算不算代理人 对 我知道 所以我说这个 不代理人一定要有代理关系 对 不然就是同路人 对 可是问题是代理招生 就明显是一定有代理关系 那代理招生对两岸不是坏事啊 那你要不要把这个界定清楚 说这个就是可以的代理关系 所以我这边就请教一下 这个黄教授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国安无法 刚刚郭委员讲得很清楚 其实他都还有特定对象 你不管是退职的政务官 或者是这个军工教 军人啊 你有特定的身份 特定的行为 他才会涉及到国安无法 现在的中共代理人法 就没有特定身份 没有特定行为 所以两岸交流都碰到 所有的社团 所有的组织 都碰到 都碰到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两岸不就等于是 咔 停止交流了吗 对 让我感觉是足高墙了 其实 其实国安无法 我们姑且这样叫他 他已经在足墙了 但是他限制的范围是少数的人 对 那我自己被限制到了 那天通过的时候 就有一个记者说 黄老师我下一次 我背包里放了一个五星红旗 下次一看到 我马上拿出来 看你临场反应 够不够 会不会触法 就说看我的反应快不快 你要躲得住 我要马上闪躲 因为不然的话 就是参加政治活动 没有 我知道 思想无罪 他开玩笑 可是这个 我们姑且这样讲 国安无法 不是针对庶民 对 但是 中共代理人法 代理人法就是全民都有 包括庶民 影响非常大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传出来的消息说 红色媒体已经渗透到台湾 有23家的网路媒体 配合中国大陆发动讯息战 是不是代表着 其实这就是一种 担心红色渗透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让我们知道说 中共代理人法 真的是应该定的 李大哥 没有 那个特殊的 他是说 这个 中国台湾网 是隶属于国台办的 好 你既然晓得 它有23家媒体 那你公布嘛 公布这些 公布了 你公布了以后 你有什么措施 我公布完了之后 我很仔细看 没有一家媒体 我曾经看过 对啊 对啊 我也没有 他的影响力怎么小到这种程度 我一家都没看过 没有一个是熟的 那你这些的媒体 在哪里 在做些什么 如果 我站在情字单位的角度 我知道这些讯息 我绝对不会坑气的 全部给我盯上 哪一天 他的电讯来源 他的公司组成地点 他的人员 他的发展 他一起过货就好了嘛 不是 这里面整个的收集好以后 有一些还是可以用的 你放消息给他 让他往回传他 你看他传到哪里去啊 那他的消息多半在什么时候进来 你这些都要完全掌握了 那你现在还没有开始 就是说他发布讯息在 敲锣打鼓 那这些再换一个名字 再换一个方式 你居然 这个不是政府公布的 是有一些绿色的 网媒自己公布的 如果没有政府提供他 什么网媒哪有那么能干的 谁会相信 这23家你有没有任何一家看过 其实这个都是内容农场的媒体 不是真正的媒体 他就内容农场 然后设定就直接转贴了 就是这样嘛 好 可是这个就变 可是你也不能说这个 这个问题要不要处理 那这个处理要定 中国代理人法 所以这样看起来理由就充足了 也不够了 当然不够了 不够明确严谨 还有一个啊 他调查局才增加了153个人 就专门针对这些假新闻啊 调查局也有 警政署也有 国安局还有网军作战部队 那你在做什么呢 所以其实现有机构就足以兑付了 不需要用这个作为理由 来定中共代理人法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中美贸易战呢 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真正的恢复谈判 但是美国现在跟印度之间 到底又会如何 日韩的贸易战又会如何 影响整个的全世界半导体的公益 马上回来 中美贸易谈判呢 很有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期间 就会在北京开始 那这个贸易谈判呢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登场 但是美国呢 豁免了110项的产品关税 这些都是去年第一波加征关税 突然之间这110项可以豁免了 而且豁免的时间可以回溯到开征期 然后延长到明年的7月9号 这算不算是美国送给中国大陆的一个大礼呢 王老师 是 为什么 因为战略上面必须做这样子的决定 这个决定为什么叫做战略 因为要一个足够长的缓冲期 对美国来讲 对川普总统来讲 那么其实从G20两个人会面 一路以来我们看到双方释放的讯息 都是暂缓 都是暂缓 他暂缓的目的是因为 在他们需要这一段时间来处理 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 对中国大陆来讲 七一党庆八一建军节 十一是建国70年 如果在这边一直熬战在这个谈判 贸易谈判中间 大家僵在那里 而且双方都不接触 对于美中双方来讲都有风险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的这个贸易股市 都会数字都会在几个月以后 慢慢慢慢显现 而美国总统的初选是在明年的 1月底2月初就开始了 所以你要让那个数字呈现 你要让第四季就有好消息的话 你现在暑假的时候 就必须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容许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 继续赚一点钱 把东西卖给华为 另外就是允许这个中国大陆 买这个美国农产品 所以他针对的对象 其实都是在减少反川普 或者是原来支持川普的人 的那种力量的流失 而且他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处理 这样子的问题 对于习近平和川普两人来讲 都是有必要的 所以他必须要缓一下 不能讲下去 那郭委员你觉得 这110项的产品的豁免清单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它够不够一个大力 让我可以重新的开启跟你谈判 也有人说 其实这都是美国企业 给美国政府的压力 其实不是中国大陆 给美国的压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的前景 还能够被看好吗 我不看好 其实我在学校教谈判 有时间压力的一定输 那现在是美国有时间压力 因为美国明年二月 你要避美民主党 变成初选的话题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经济弄好 知道股市不能崩盘 那事实上美国企业 它不断的在举行听证会 然后提出它的损失 然后要求豁免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它本来那个3250的那个听证会 那是一面倒 3250亿美元要加增关税 对 那个的听证会 那才举行的两次嘛 对 都是一面倒 美国企业通通反对 几乎都反对 所以这个川普就在G20的会议上面 干脆送个礼物 然后跟习近平说 好 那我们就不加增了 对 可是看起来是美国企业自己反对 当然是啦 因为他其实川普第一个考虑一定是连任 这个是最现实的 那可是我的感觉啦 我的感觉中国大陆现在做的这个 比较强硬的姿态 恐怕已经不是习近平个人意见了 而是整个政治局做过思考 你如果讲这句话的话 那它就不是姿态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战略 对 它就变成了一个政策了 是战略竞争了 就说我强硬这件事情是我已经是 由上到下已经完整的一个政策方向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它要保华为啦 它认为美国把华为凸显为 战略性的标的要打击你嘛 那中国大陆把华为当做是它 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中国制造要崛起 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的一个里程碑啦 所以如果美国没有在华为做 比较明确的让步 比如说孟晚舟没醉 或者是说 不是这种临时许可证啦 而是就是可以卖 或者比如说Google 那个APP不能用嘛 那是不是要做一定程度的让步 如果不在华为这个项目上做 比较制度性的突破啦 我认为中美贸易要往前走 是不容易的 所以黄教授 我们看到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 库德洛呢 他就认为说 目前的协议还是困难重重 虽然有人说已经谈了90%了 现在只要再进展10% 我们就可以谈成协议 但库德洛发出这个警告 所以看起来真的困难重重 当然困难重重 因为先易后难嘛 我们海峡两岸不是前面都谈得很快吗 双边飞机飞起来 当然一下子一谈就好 为什么 因为票物啦 航空公司啦 包括地勤啦 包括那个食物啊 这些 全部都本来就有的 所以行一百零半九十 把难的东西放在后面 对 不 百零九也是啊 两岸突破到2012年之后 就慢慢 先易后难的问题在 你有没有办法把前面的90% 形成新的动力 去压过那个后面最难的10% 大家认为就剩下功亏一贵 就做了吧 事实上它难度并没有减少啊 只是说前面积累了一些 那现在我们看那剩下 就算10%好了 好谈吗 智慧财产很全 大陆结构问题 国际补贴 对啊 这没有一个 虽然是10% 但是开玩笑 它跟那个3250亿的那个比起来 难度高到 它是动到了中国大陆的筋骨的 所以郭委员我们可以预判说 等于是未来几个月 你要希望双方都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 来把原本已经加征的关税 或者是我已经取消的农产品采购 恢复都很困难了 这个大陆习近平在G20的时候 是有说要购买大豆54万吨 那市场很小啦 那川普最近推特又在讲 说你还没下订单啊 你的大豆还没下订单啊 我的选民还没有感觉到收到钱啊 所以他当然希望你给他一点利多嘛 不过你去看那个人选 人选 你看你这个图 刘鹤下面派中山 中山是商务部长 商务部长 中山一般是认为他的立场是比刘鹤要强硬的 那我觉得大陆一定是思考嘛 说你有你的莱特希泽 我怎么可以没有我的中山 就是这种思维 所以现在双方都已经配出黑白脸了 当然是 本来大陆比较没有啦 只有刘鹤 刘鹤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大陆就觉得他们也要有个黑脸吧 OK 所以双方各有黑白脸 那先请教一下李大哥 当然也有美国经济学家对台湾提出了警告 虽然蔡英文总统认为中美贸易战 其实台湾是会受惠的 有转单啊 然后台商回流啦 可是美国经济学家呢 这个被经济学人选为全球最近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泰勒科文则是认为 中美贸易战永远不会停止 贸易战底下的最大受害者 其实是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小国 像是新加坡 台湾 南韩 李大哥 我觉得在中美贸易战里面 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讲 小英政府上台以后 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经济的策略 你比如说在这个阶段 因为中美贸易战 所以讲说 这个大陆上的台商回流 回流到现在的这些数据跟数字 是他拿来用来宣扬说 他的政策成功了 可是我们的经济到底怎么发展 始终这些我们所有看得到的都是个别的公司 科技公司在自己杀出一条路 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以后 那被政府拿来宣传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政府的官员 然后我下来以后到这些民间企业去做了以后 我真的是我第一个很汗颜 第二个我回过头来想 以前代表政府在外头讲的那些话 我真的是很丢脸 就拿中小企业来讲的时候 完全政府没有什么帮助 都是被动的 都是只是在加税 在各种的条例上去限制 但是呢我们 你在讲奖金国时代时大介绍 后头的一些的经济的策略 如果当年没有到美国去 发展这一批人宣明是从那个 半导体产业 那怎么会有今天到 包括前两年死的那个谁 对啊 那个 胡定华 胡定华 对不对 那好 我们现在要看这批人哪里在 我们现在还是有 你做不管小企业里面 做锅轮的 做这些引擎的 还是有 可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哪里 我始终没有看到过 所以这一位泰勒科文特别强调说 美国并不真正在意你们的死活 我们的重点是 我们自己要杀出一条路出来才知道 对 可是除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现在看起来进入深水区 不见得能够前进 而美国跟印度之间 俨然之间不管是武器采购 或者是在加征关税上面 这个整个紧张情势越来越升高了 郭委员 川普有点像慈禧太后 就是全世界都宣战 给我感觉 因为他应该本来要设定优先顺序 比如说你要打中国 那盟邦至少要照顾好 对不对 那坦白讲他也对我们的钢品征税 到现在也还没取消 对日本的钢品也征税 对南韩也是 是啊 现在对越南也是 没有走到一路 越南还没开始 对 快乐 莫名其妙 我觉得等于没有战略了 印度是这样 就是印度有一些像 这个有一些像纺织 他大概有两千种产品 是属于GSP的 最优惠国的关税 对 那个本来是美国把它列入GSP 那川普就发现 我觉得川普可能他办公室有一个名单 说谁对我顺差最大 有 应该有 他发现印度也在前十名这样 我们要小心我们现在呢 那个正在快速的成长到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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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对美的顺差又扩大 对 今年可能会破200亿美金 这个是个危险的数字 所以就用军购去顶 因为军购对川普也算贸易金额 不过就是说印度就很生气 你刚刚跟我谈印太战略了 那你现在也打到我 而且他跟美国的贸易额其实很小 绝对金额是很少的 只是说那个贸易顺差就是迅速在成长 这是必然的 那你川普连这个都不能忍耐 所以他就立刻回籍了 你要这样给我取消GSP 那我就给你农产品征税 那川普昨天也很生气 我昨天看到了推特 他说我不会再让了这样 可是听说他们要谈了 那两个人都是强硬派 而且莫迪刚连任 而且票数蛮漂亮的 所以这边就要请教一下黄教授了 因为本来印太战略对美国来讲 是整个亚洲战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战略 不要忘了印太里头 这里面是有印度 印度洋 那如果印度跟美国闹翻了 闹僵了 那这样子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不会产生影响吗 印太这个东西或这个名词或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美国片面单方面 甚至可以说一厢情愿 希望建构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合作的框架 而这个框架中间 大家还在定义说这个里面包含了哪些 经济有多少 军事安全有多少 政治合作有多少 双边的 多边的 全部加起来 现在还在建构当中 最弱的一环就是美国跟印度 美国跟澳大利亚的2加2会谈 是80年代就开始了 就是防长跟外长 两国的 跟日本已经谈 澳洲还是五眼联盟 不会有问题 对 那么美日的2加2也是谈了20年 现在 美国跟印度的2加2 不过印度不算是美国的盟邦 对 不算盟邦 他想要把它拉进来 所以当时我说 美国跟这四个 就是所谓印太的四国 美国跟日本是铁盟 跟澳大利亚是远盟 因为有一些他不会跟美国走 对 跟现在是 跟印度是不盟 印度不结盟是有时以来 对 他从独立以来就是不结盟政策 所以你美国如果想要透过印太这概念或战略 去把它变成美印同盟 那个基本上 印度打一开始就不会接受 莫迪去年在香格里拉会谈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印度不认为那个可以有一个战略 现在的问题在于 就是 当美国要维系这个印太的时候 又发觉 美印关系是中间最弱的一环的时候 美国总统还有美国政府要怎么样来跟印度的来往 而不会让他更倾向于中国俄罗斯的那一个轴心 所以李大哥 李大哥 现在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 这不就是更逼迫着印度可能会靠下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了吗 我延续刚刚黄老师讲的 不结盟主义的时候 他一直保有他自己的从外交到情报到这些 那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也很长 可是那个关系很难很难朝上突破 那么好 在现在这种状况 你说美国要印度去怎么样子去听话 为什么初期的时候印度会接受 是因为中共大陆的势力已经在太平洋建立了三个港口 让他感受到危险 所以在眼前这个状况下 印度他会跟苏联去结盟 跟俄罗斯 但是他跟大陆的关系 从打仗以后 莫迪士这一年的当中 他两次到大陆 我觉得第二次的时候 他感受到特别他去参访的城市 他感受到中国大陆的进步跟迅速 而迅速了调整 他在边界上跟中国大陆的问题 然后支持了一带一路 他也发现莫迪士上台以后 他要改善经济 他要正自己的地位 所以在对美国上 他不会松口的 你用 因为印度有选择 他可以选择跟俄罗斯交好 而且他已经关系很好的 他也可以选择跟中国大陆 维持着友好更近一点 对 不会完完全全的结盟 但是友好的关系是可以的 友好的关系 但是他的在经济上的 两边往来的非常的快速 这个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印度跟中国的关系 未来会很像那个 中国跟南韩的关系 就军事上一定是竞争关系 可是经济上互补性真的很大 那这样子的话 美国还要跟他搞经济支援 很难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华为的5G 那美国不是去游说印度吗 印度不肯 印度不愿意 印度就是要用华为的5G 印度还嗆美国 说我们有最好的安全专家 我们自己审查 但美国也没话讲 那韩国也是 韩国LOG Plus 他就直接用华为 所以我觉得有点类似 国长不认为就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跟印度的关系 可以拿南韩来比 中国大陆更重视对印度的关系 那是大韩啊 就是说对印度比对南韩更重视 更重视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不可否认的印度再过几年 甚至于人口都要超越中国大陆了 所以经济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他两次到大陆去了访问 他安排了非常多的地点 去看他们的经济进步 这一点对莫迪的启示非常大 那么美国的印太战略里头的 最弱点的印度 现在看起来跟美国之间 关系非常的紧张 而他在东北亚的两大铁盟 现在闹翻了 美国老大哥该怎么办 另外在波斯湾的伊朗情势 又该如何的看待呢 马上回来 日韩的关系真的是已经将到爆了 我们看到韩国已经是全面性的抵制 日本的这些日本货 还有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日韩其实是美国在东北亚的 两个重要的铁盟 现在彼此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 美国老大哥会不会出手 而北京又如何的来看待 黄老师 出手很难 那因为日韩之间的局域发生很久 我们今天是碰到 刚好碰到这样子 一个跟贸易比较有关的case 事实上 从他们的边界的岛屿的争执 到这个联合演习 是不是三边联合演习 双方争执已经非常久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讲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虽然变成独强 但是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叫做盟邦管理 或者同盟管理 就是说如何你能够让原来冷战时期 这些盟国 大家彼此之间 不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散掉 或者是更强调个人的利益 因为共同敌人的消失 所以变成 不听美国 比较松散 这种同盟管理最难的 是不是就是日韩了 还有别的地方的同盟管理很难的吗 中东 中东没有什么盟国 日韩是世仇啊 那种日韩是不共戴天的那种 所以大韩民族对大和民族 基本上他这个 盟邦管理可能有一些是欧洲国家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日韩彼此世仇 然后美国没有介入的点 难道放任他这样子扩大下去吗 应该不至于 因为最终会上到美国 因为日本这次是对半导体的那个原料 对 因为那些化学原料 日本全球的市占率是最高的嘛 比如说佛化氢它占了70%以上 光阻记啊 是啊 是啊 那个冲到了就是三星 那三星又是苹果供应链 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所以不可能这样中了 而且我听说 韩国的周边的中小企业 大概只能撑4到6个月 会破产 会破产 所以我认为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现在 那现在谁出手才能解决双方这个争承 现在没有办法出手 因为日本在选举 那等选完 选举大概要下雪嘛 那因为目前双方的民意 都各有百分之60几仇视对方 那这个政治人物怎么敢处理呢 好 另外一个难处理的就是 波斯湾的情势 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伊朗的浓缩又 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了 已经是可以做核武器了 可是美国到现在为止 到底对伊朗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看起来还是用隔空放话的方式啊 不能不隔空放话 因为不隔空放话 就要采取实际的行动 你觉得美国一定不会出手吗 我们大家都没有忘记 前一阵子这个无人机打下来以后 美国有召开高层的会议 那问题是美国内部有不同的处置方式 这是一个 我们再拉远一点来讲的话 美国心里面知道朝鲜半岛 从1992 93年开始 因为政策处置不当 到最后啊 是眼巴巴的看到他具备核能力 然后变成武器化 然后再加上投射的这个导弹 所以北韩现在是不是永和国家 只是嘴巴大家不说 他就是有 他是 那怎么样防止伊朗不会走上那条路 美国现在用打的 就违反了整个印太战略部署 其实从 所以他不能打 其实从欧巴马转向亚洲或亚太再平衡 其实已经美国把重心往亚洲再移 不要忘记中国大陆正在崛起了 那你现在因为伊朗的关系 又卷入 又重新卷回去中东 还有俄罗斯在等他 我现在呢 我又不能打伊朗 打了伊朗就破坏我的亚太的战略了 那可是呢 我不打伊朗的话呢 伊朗很快就变成永和国家了 所以一个就是禁运的严格执行 另外一个真的要坐下来谈 所以李大哥 现在伊朗的策略是不是 我反正我们就拖 拖到我变成永和国家 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出来喊话了 现在他的浓缩又拥有到这样的程度 他其实已经可以制造核子武器了 以色列也在交火啊 赶快啊 美国人家赶快阻止啊 以色列当然希望美国能够出手来解决伊朗问题 可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伊朗问题 他上一次的这个无人机 是被他用网军直接拉下来的 他直接伊朗的这个网军 在全世界是排前几名的 很强 你无人飞机在上面飞 所以第一个 所以他是用键盘打下来的 直接进入系统去了嘛 拉到境内 拉到境内 我拉进来之后我再发射 对 然后你看看他这一次也是啊 他就想把英国那个邮轮 往他的境内一逼 一逼进去以后他立刻就拉走他了 那大家来谈判啊 那一块短短的海峡里面 没有人敢在里面有把握讲说 我今天要做什么能够做得成 因为什叶派跟悉尼派这两个派 包括沙烏地在后面 那牵涉到整个的这个半岛的问题 而且他卡住了喉咙的位置 谁敢动 然后有直接的影响 再来战略上你要花多少去打 革命卫队 伊朗的革命卫队在全世界的精力排名也是 而且他们是只有一个信仰是必死 你谁敢跟他打 所以郭委员现在美国说我要成立军事联盟了 把各个国家都拉进来 那可是现在有任何国家 他现在也点名日本 希望日本能够派他的自卫队 能够参与这个军事联盟 可是现在有任何国家要响应吗 我觉得很难啊 因为当初伊朗和协议是美国先退出 那欧洲事实上是反对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连欧洲都不会加入 欧洲一开始反对嘛 可是伊朗就在弃欧洲啦 所以你们不是反对吗 那你们为什么还继续容许制裁我继续存在这样 因为我不是签和协议了吗 那结果他也忍不住了啦 就欧洲实时都没有动作嘛 那他干脆从3.67给你提到4.5 然后说60天要提高到20% 对不对 对 他就要逼欧洲说你积极一点好不好 对 那结果现在就更麻烦了 结果你就看到英国出手 英国在直不罗头就把伊朗的邮轮扣了 对 他要运到叙利亚 对 那伊朗 这是英国的理由啦 所以因为这个违反了叙利亚的意义 对对对 这是他的说的 英国的说法 结果伊朗就生气了嘛 结果你英国邮轮要经过我赫姆斯海峡 我也要来扣你啊 结果刚好他运气好旁边有一艘军舰 可是你要知道英国的邮轮 进出赫姆斯海峡 是超过100艘 我随时可以看到你没有军舰在旁边的时候 是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说你英国要当美国的马前卒 那我先来折你 我看你怎么办 还有一个 他经过的时候上面有美军的飞机在上面 对啦 就那个事件 在赫姆斯海峡 他们一直在上面之前是 所以你们判断在赫姆斯海峡 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英国的邮轮在 被扣 在没有人保护的情况之下被伊朗扣 事实上那艘邮轮是可以载14万吨 结果空船回去了 不敢 他没有办法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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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英国的所有的邮轮 现在都很危险了 就变成不确定状态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在逼欧洲嘛 就是说美国这样搞我 那我一开始也是维持核协议的嘛 我一开始只有3.67嘛 那是你逼我的啊 因为我没有筹码啊 我只好把它拉到4.5 所以你们再不玩我就自己玩了 那现在美国怎么办 现在美国又不能打 然后我要组军事联盟 又没有人要加入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 英国看起来 跟我是站在同一边的 可是呢 现在英国恐怕都自身难保了 黃教授 美国的 除了刚刚我讲的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目前美军的readiness 美军的战备的条件跟状况 目前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 他们不是世界超强吗 对 预算 世界超强你每一天 美国是每一天都有 美军在面对敌人 在抠板机在打仗的 不像我们已经60几年没有开火了 所以他的耗损率 不过这周边的美军基地非常多 对 但是现在找不到军人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真正的变数是以色列 就以色列耐不住嘛 我怎么可以让你提早到20 20你就是要来消灭我的 所以他可能会出手 没错 所以如果以色列先出手攻打伊朗的话 不已经出手了 不是去倒那个叙利亚的目标 可是那是叙利亚 是 还没有直接对伊朗 可是那天 内坦雅胡 就故意站在F35前面拍照 他说我这个飞机 他就这样子 因为有12架F35 是以色列已经有战斗经验 他就说这些飞机 不只可以飞到叙利亚 也可以飞到伊朗 所以现在整个波斯湾的情势 我们过去看到的是 美国跟伊朗 后来看到的是英国跟伊朗 但现在会不会出现一个 以色列跟伊朗 那问题就大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也要回来看一下 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大战 这也是战况激烈 马上回来 过去这一个礼拜 其实在台湾最受瞩目的 当然就是国民党的 总统初选的民调 从7月8号要一直做到7月14号 7月15号才会揭晓 可是现在有一些民调的数字 都已经开始对外传出来了 传出来说好像韩国瑜 他的领先的幅度又扩大了 是如此吗 我这边先请教一下三位 我们用圈插牌 你们认为国民党初选的结果 我已经确定了吗 yes or no 三位都认为是yes 那我们先从民进党 开始看起来好了 你觉得已经确定人选 我今天最后一天嘛 对 明天 明天最后一天 明天最后一天 对 明天最后一天 今天只有450份 然后明天只有300份 是 是 不因为我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说 我也看到一些数字 就比如说在做民调的时间 中天新闻的收视率都特别高 那意味着 所谓的数字不是你看到国民党的民调 不是 不是 是看到中天新闻跟中天政论节目 在打电话那个时间点 刚好就是收视率最高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韩粉是一边看中天 一边等电话 那这比例非常高 那也有一些人去现场听 他觉得那个差距还在扩大中 那这个当然也包括郭董这几天的表现 我觉得他并没有有效的去 这个排除他脱党参选的可能性 这个对他蛮伤的 甚至他还接受 这个蓝宣访问的时候说 要促成第三势力 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不好 我觉得这很伤 这非常伤 这个对国民党的支持者 怎么可能受得了 那国民党的人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我当然现在就要让你输更多 一定会有这个效应 所以我是觉得他在 最近几天我觉得有点乱 给我的感觉 李大哥你的看法呢 第一个 郭台铭以他从商的经验来从政 他完全没有 第二个 我据我的了解 就是他身边基本上是两挂人 一挂科技人 一挂媒体人 那他加上他的个性 他坚决认为他一定要选到底 而且他一定会赢一定要赢 所以产生了这一个礼拜来的 不受控的暴冲 而且他周围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讲说 不要这样走 错的 那么 反过来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整个的选举的策略在走 那这个定策略经过他的同意他却接受安排 那所有的事情都反映出来在媒体上 而且媒体放大 那么我相信郭台铭他始终认为他的意志 从来不容许挑战而且坚持到底 但是这盘局他做错而且输 所以黄老师你也同意说现在 就算民调结果没有公布都可以去预判 因为如果是一个礼拜前的话 没有人敢说这个话的 都会觉得情势是不确定的 但是结果只剩下两天了 你们反而都觉得很确定了 其实大家开始有确定感的时候 是郭董开始生气的时候 就是第三天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 因为我当然没有看民调 我也不是任何阵营去民调现场监督的人 可是我看主帅的情绪 因为他一定会看到我没看到的东西 然后他反映出来的话 如果有反映出来就表示他不够沉稳 如果那又被我看到了 所以我从他的表现去判断他背后看到的数字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朋友传来传去 大家说一说 那就变成大家要看这个民调数据差别是多少 不过既然现在在这个时候又传出来说 可能没有办法出现的候选人可能会出走脱党参选 然后也有提到说 甚至于第三势力刚刚这个郭委員提到的 那会不会使得未来国民党的整合 几乎变成是不可能的任务 你们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应该很开心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当然要看韩国瑜的努力了 那因为郭台平参加了初选嘛 你初选输了要脱党 你正当性就要重新建立嘛 对不对 不然当初手机没纳路你就应该脱 不要参加了 像王金平多聪明啊对不对 那你现在既然输了你要重建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正当的 你觉得他会出走吗 我认为那个天驼兄讲的蛮对的 他势在必得 而且他有一种 有一种对台湾认为说 只有他看得最高最远 这样的一种自我优越感 他觉得没有了他来救 台湾很危险 所以那现在如果要整合郭台平的话 是要由吴敦毅吴主席出手呢 还是应该由韩国瑜出手呢 这个国民党自己去判断 这个不干我事 不过我只能够讲政治的现实面 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 因为他不可能直接去跟柯文哲谈嘛 说我来跟你合作好不好 柯文哲民调至少有20啊 柯文哲就说那你到底民调多少 因为你现在不是参加初选状态了 你已经输了 所以现在就要四个人先来做一次民调嘛 小英 韩国瑜 柯文哲跟郭董 如果说郭董有接近20% 你这个才有行情来谈不是吗 不然柯文哲为什么跟你谈 而且我为什么要当副的 对不对 因为你来跟我谈你如果要当正的 那我为什么有让步的理由呢 不过因为公布的时间是15号 我们为求公平起见 我们也必须要讲 那如果这个时候 郭台铭还是出现了 那韩粉会接受吗 李大哥 我觉得这一点 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郭台铭跟柯文哲 他们在过去的民调里面 有一个互补性 柯文哲在年轻这一块 他是往上的 郭台铭是在经济选民中间这一块 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谈得妥的整合 我不排除这个因素 可是谁当老大 谁当老大 那时候再看 那可是 我觉得谁当老大 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 到底 当然 郭肯定他要当老大 那就是看柯 也不可能说台北市长 去当你的部首 试试看 那可是呢 这盘局 我觉得最该负责任的是 国民党的党主席 从头到尾没有表现 而且这一点让我 我身为一个国民党员 我在前面回到黄复兴 我看透了这一些 在里面的这一些 所谓的中常委 所谓的这一些人 撕心作祟 你还在求什么历史定位 前面好不容易赢了 为什么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没有亲自的把几个人都能够 都能够去好好的谈一下 大家的未来是怎么打这场仗 而放任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来的时候 要去问他们怎么整合 当主席作假的 不过奉心我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事实上现在的整合不是只有 假如说假设是郭董赢了啦 他不是只有整合韩国瑜而已 对啊 有韩粉的问题 是 有望中媒体的问题 这个对郭台铭都是很难克服的问题 所以黄教授你觉得 国民党之后还能够整合吗 下礼拜一之后 如果国民党整合只是 看郭台铭一个人的话 跟答案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势力 应该在候选人出炉以后 整合速度会很比较快 尤其是政策论述 精英阶层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举 那么我们的客人 制作人 直接关闭人 打扮猫 再给予友谈 一定不应该在哪里 那儿